二十年前的一万块钱也算是很多了 但是你敢相信吗 居然会有人为了一万块钱连杀了十个人 还是采取了杀猪一样的裁刃方式 将人垫死后再分割成块 回顾这个案件 凶手的作案细节是让人瞠目结舌的 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 这个连环杀人案的凶手 只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矛头小子 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这个案件背后的故事吧 故事开始于2003年5月的一个下午 在南方沿海的某个城市里 在城乡结合部有一片出租房 这片地方的被开发前也就是个小村子 这里的村民在搬到市区居住以后 就把村里的房子以低廉的价格 出租给了那些外来务工人员 村子虽小 但也是挤下了三千多名外地民工 这些租客们来自天南地北 做什么行业的都有 可谓是鱼龙混杂 所以这与泰勒治安一向是很差的 比如什么打架斗殴 卖银调娼之类的事情是每天都有 面对这一团乱麻的破事 警察真的是很头疼 根本就不想管 他也管不过来 不过最近市局就发来了通告 必须立刻派人去这个村子里调查 因为这个村子 这几个月里接到了多起失踪人口报警 失踪者还都是些青壮年男人 而且失踪的时间也都凑在了一起 很明显这不是简单的失踪案 协警老金和小许被派来调查此事 但是在村子里兜兜转转的也没有什么收获 到午饭点准备返回警局时 两人突然被吞里的严大妈点拦住了 严大妈见到协警老金以后 就开始吐起了苦水 骂骂咧咧地说道 老金啊 你们一定要帮我解决这个事啊 就是住我旁边那的陈永峰 你说他是个瘦破烂的 家里臭点的 我也能理解 一直都是忍着的 也没说他什么 可是他家现在可不是一般的臭啊 那种臭味能把人得熏死 这股味道从两个月前就已经开始了 每天都闻着那个味道 我晚饭都得吐出来了 比垃圾场都臭 我上次和声和气地与他说过 他家太臭了 你知道他什么眼神吗 哎呦 一到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那眼神啊 凶得能吓死人 还凶我说 我就是得收破烂的 你嫌弃你搬走啊 你说气不气人吗 除了臭呢 也就算了 这家伙不知道是抽了什么疯 这段时间呀 经常在屋里面把收音机开到最大音量 吵得是震耳欲融的 我家的鸡都被他这声音给吵得吓飞了几只 严娜妈还没吐槽完呢 路过的张大爷也就加入了话题 张大爷也开始吐苦水 哎呦 老金啊 已是管我们这块的邪警 你必须得提我们做主啊 本来这里环境呢 就比较简陋 在背着家伙一搞啊 天天住着臭喜熏天的环境里 没病也得憋出病来不是 我的身体本来就不好 这样下去啊 更活不了多久了呀 说完 张大爷还咳嗽了几声 老金见状就赶紧安慰严娜妈和张大爷 你们放心啊 我现在呢 就去问问这个陈锋是什么情况 说起这个陈锋呢 老金还是有些印象的 他本是外省乡下的一个农民工 差不多要二十岁锄头的年纪 特别年轻 体情瘦弱 个子呢也不高 在这生活好几年了 主要是以收费品为生的 于是老金就带着年轻的邪警小许 走向了七八米外沉松的出租屋 他的出租屋 是在这个断头巷子的最深处 是一个很大的平方 刚走到出租屋门口 邪警老金和小许都皱起了眉头 忍不住作呕 一股冲鼻子的臭味让人窒息 也说不清是什么 就是非常的难闻 难怪爷那妈说受不了了 老金敲响了陈永峰的家门 但是没人回应 又瞧了好久 屋里才有人问 谁呀 什么事啊 老金说 我是派出所的 来和你说几句话呀 陈永峰沉默了一会儿 有些紧张地说 什么事啊 你在门外说吧 老金说 你想开门呢 隔着门怎么说话来 陈永峰又沉默了一会儿说 好吧 没过多久大门被打开 但是陈永峰只开了一条缝 从里面伸出了脑袋 这门口一打开 那股异常的味道就更加的刺鼻了 老金和小许差点都没忍住 在门口就把早饭给吐出来 许久没见 老金见陈永峰更瘦了 一米七的个子才八十多斤 骨瘦如柴 看起来是弱不禁风的 虽然很瘦 但是他身上又有着鱼骨的力气 让人不禁就耿到害怕 邪警老金说 陈永峰啊 你屋里确实太臭了 有邻居投诉你 你必须得注意一下 他行了 还有啊 你听音乐的声音太大了 大家受不了了 还把闫大妈的几只鸡都给吓肥了头 出乎老金预料的是 闫大妈口中那个嚣张跋扈的陈永峰 居然是非常的温和 他说道 啊 实在是抱歉了 是我不对 我以后啊 一定注意 以后就把屋里打扫打扫 闫大妈的鸡飞走了 我会把钱赔给他的 邪警老金很意外的 没想到他这么好说话 唠了几句家常以后 老金发现陈永峰将门就开了很小的一条缝 看不到里面有什么 老金心想 他难不成在里面藏了什么偷来的东西了吗 邪警老金本来想的来都来了 就进屋看看吧 突然身后的邪警小雪 拉着老金的手腕说 老金 时间来不及了 赶紧回去吧 开下午的例会 老金愣了一下 心里还盘算了一下 派出所里每周一和周五开两次例会 今天是周三宴 哪里有什么会议 刚想开口反驳小雪 小雪给老金示意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老金明白了 小雪是有话要说 于是老金说 哎呀 瞧这记性 陈永峰啊 我先走了啊 你多注意一下尾声 多考虑一下邻居的意见啊 我走了 两名邪警转身离去后 陈永峰似乎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迅速地就把门给关上了 走出了村头以后 老金问小雪 怎么了 你神神称秘密地搞什么鬼呀 把我拉出来干什么呢 小雪四处张望了一下 低下头小声地说 你还没发现吗 这个陈永峰啊 肯定不是好人 他家里绝对有问题的 我和你讲啊 我之前呀 还没有来咱们排入所的时候 在另一个队跟警车办案的时候啊 还搬过几次尸体呢 有一次啊 我印象是最深刻的 有个女孩呢 在家自杀来 弄得满地都是血 被人发现的时候 已经过了好几天了 我们一打开那托门啊 哎呦 我那个天呀 屋里有一股浓烈的臭味 我当场就吐出来了 那个味道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老金打断了小雪的话 你怎么和我扯这个女孩去了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你 小雪说 哎呀 你怎么还没反应过来呢 陈永峰家里的味道 和那个女孩自杀现场的味道 是一模一样的 她屋子里绝对有死人 老金愣了一下 你说什么 怎么可能呢 小雪用坚定的眼神望着老金说 那个味道我永生难忘的 绝对不可能闻错了 老金说 那你把我拉出来带什么呀 快回去看看呢 小雪拉住老金的胳膊 老金呢 你傻呀 我们两个的作战经验几乎是为零的 身上啥武器都没有 你想去送死啊 赶紧打电话 向局里汇报啊 老金回想起刚刚陈永峰 鬼鬼祟祟的样子 更加觉得小雪说的是有道理的 而且陈永峰屋子里的味道 是奇臭无比 确实不是一般的臭味 很可能真的是尸体的味道 最近有多名男子失踪 多个心眼肯定是没错的 所以老金立刻就拨通了局里的电话 说了自己调查到的情况 并立刻要求局里增派警力过来帮忙 所里认为还是要谨慎对待的 先派了七八名民警过来 每个人都是带着手枪 副所长说 要根据实际情况 再来考虑后续的安排 大概是15分钟后 手持枪支的民警 将陈永峰家的前后都给围了起来 准备进行抓捕 但是考虑到 很有可能陈永峰 就是杀害了全部失踪男子的凶手 所以民警们没有强攻 只是埋伏带了附近 等陈永峰出来 可是奇怪的是 等了几个小时了 也不见陈永峰家里的门打开 严娜妈说 往常陈永峰都会打开门 收点破落 今天下午到底是怎么回事 副所长认为不能再等下去了 打算强攻 准备先让老金敲门 等陈永峰一开门 就冲进去将他点生情 然而不管老金是怎么敲门 陈永峰就是不开门 副所长的经验丰富 认为已经不能再等了 否则他可能就会逃跑 必须立刻破门 几度民警要合力 一起将门踹开 大家一拥而入 没有想到 狡猾的陈永峰就躲在大门的附近 见警察进来以后 立刻就举起了一把砍刀 然而陈永峰没有想到的是 民警都是拿着枪的 一个民警快转粉地 就把枪对准了陈永峰 陈永峰 放下刀 软开枪瓦 面对黑洞洞的枪口 陈永峰立刻就不敢乱动了 他知道自己如果乱动 可能下一秒脑袋就要开花了 他不想死 于是陈永峰就乖乖地放下了刀 民警立刻把他按倒在地 并给他戴上了手铐 然后副所长下令 民警前去屋内搜查 民警们顶着恶臭向屋内走去 有个民警不禁吐槽道 这个家伙是怎么做到 在那么臭的房子里生活的 民警们发现 他的这个宅子可不小 进门是一个客厅 往里看去还有个餐厅 后边还有几间屋子 起初没发现什么异常 但当民警走到餐厅的时候 映入眼帘的荧幕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吓了一大跳 一个年轻的小民警 没见过啥大场面 直接就震惊地尖叫了一声 这个餐厅里 有一张样式古怪的铁制床 而这个铁床上 竟然躺着一具中年男人的尸体 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 这具尸体并不是完整的 这具尸体只有躯干是在床上的 剩下的四肢都已经和躯体分离了 掉落在了地上 整个餐厅里 有许多鲜血凝固后 留下来的暗沉血迹 还有各种切碎的肉和骨头 副所长看到这一幕 也被吓得说不出话来 见过大风大浪的他 也被吓到了 真的没见过 有人会像切住肉一样 把尸体给切成了这样 实在是太可怕了 制服陈用风的民警发现 陈用风丢在地上的砍刀 也沾着凝固的训言 不禁让老金和小许 就倒吸了一口凉气 幸好小许及时发现了不对劲 否则可能现在躺在床上分尸的 有可能就是他们俩了 副则长缓过神来以后 立刻下令 调集更多的警力过来 封锁现场 准备进一步地勘察 经过鉴定 那具刚刚被肢解的男尸 是张宝国 51岁 是林县的一个农民 来到本市居住以后 多年一直是以收破烂为生的 张宝国家人说 他在四天前出去收费品以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了 由于陈用风的家里 堆积了太多杂物 所以警方搜索的过程 也是非常艰难的 经过一天的细致搜索 找到了几十块 疑似不同人体的骨头和脆肉 警方立刻就取样好 送到了专门检查的部门 经过技术人员的初步检验 这些碎骨头和碎肉块 至少是属于五六个人的 得知这一消息以后 警局内部人员都是十分的震惊 这是遇到了一个大碍 这瘦小伙子居然是个杀人狂魔 讨历到此案 具备极大的社会危害性 也十分的复杂 市局刑警队 分派了经验最为丰富的刑警队长 对陈用风进行审讯 21岁的陈用风 坐在审讯室里 身形很小的 他显得十分的弱小 然而他一抬头 就是能把人吓尿的程度 他的眼神太可怕了 眼神里透露着刺骨的凶光 让刑警都警惕起来了 但是不管刑警问什么 陈用风都是一字不说 软硬不吃 让刑警们头疼不已 对现场的搜索工作结束以后 警方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 再次派警员审讯陈用风 在他面前列举了他杀人的铁证 陈用风知道只是包不住火了 只好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不过阴险狡诈的他 还是故意撒谎了 想减轻自己的刑法 审讯两天以后 陈用风终于说话了 没错 张报国是我杀的 我没有仇 我一时冲动犯错了 警方问 你们有什么仇啊 说废品的时候 他从我这拿走过一台二手冰箱 可是压根就没有付钱 本来我就穷 他还欺负我 问我要钱 他还打人 我实在是太气了 还手的时候没忍住就杀了他 我不是欲谋杀人 警方反驳陈用风说 就算真如你说的这样 你是反抗他打你 才失手杀掉他的 但您为什么要将他残忍地分尸呢 陈用风回应 我们这道村里三千来号人 这么大的尸体运不出具啊 只能切碎了 方便运输的 警方用严肃的语气 逼问陈用风 清清楚楚地完整交代一下 你一共杀了几个人啊 陈用风用真诚的眼神 叹着警方说 就张宝国一个呀 警方气愤地说 你可拉倒吧你 你分尸用的那的铁床 是怎么回事啊 没有一个星期的拱锁 肯定造不出 这焊接拼状的铁床 张宝国是四天前失踪的 你这床也非常的新 最少也搞了有一个月了吧 一时冲动杀了张宝国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陈用风低头沉默 他不回答了 你的房子里 不只有张宝国的尸体 还藏有很多人的尸体碎矿 你又怎么解释呢 只杀一个人 为什么会有五六个人的尸块啊 陈用风就开始卖惨了 我不知道你们说什么啊 我真的只杀了一个人 你们警察怎么给人泼脏水呢 警察也拿陈用风没办法 虽然有经验的警员都能够看出来 陈用风又在撒谎 但他不肯交代事实 现在还缺乏更多的证据 警方就开扯了对死者家属进行走访调查 当询问张宝国的老婆 有没有收二手冰箱不给钱这回事时 他说张宝国从没有收过什么冰箱 准确来说从不收电器 因为他们夫妻两个不识字 没用过多少电器 根本就搞不清楚电器 也做不了救电器这种生意 看来警方没猜错 陈用风说张宝国收了他的冰箱 简直就是无稽之谈 也就不可能存在着什么冲动杀人的情况 为了了解更多关于陈用风 这个狡猾家伙的信息 警方又去询问了陈用风的房东 房东呢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头 他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说 我在村口啊 贴了小广告 没多久呢 陈用风就打电话给我 说要租房 更见到他呢 我发现他整个人呢 就是那种饱经沧桑的样子 看起来有三十岁吧 不过身份证上呢 写的是二十一岁 我自己也是农民出身 看得出来 这孩子呀 肯定也是从村里出来的 从小是吃苦长大的孩子 所以说他的房租啊 我也说得很便宜的 有次我来收房租吧 和他聊了几句 问他为什么不回家过节啊 他说父母呢都是农民 母亲呀很早就死了 父亲独自把家里一大堆孩子给拉扯大 他家里呢非常穷 吃了上顿没下顿 他有个大哥 当几年兵后啊 在城里当保安的 能赚点钱养的他老爸 他老爸呀还有病 挺可怜的 除了大哥呢 他家还有几个姐妹 不过 他说他们兄妹的感情啊 非常冷淡 家里吃的东西太少了 兄弟姐妹从小就习惯性地抢东西 搞得呀像仇人一样 陈永峰小学没毕业就出来打工了 大代是十一岁的时候出来的吧 到今年已经出来有十年了 他说出来之后 几乎就没有和兄弟姐妹们联系过 警方又问房东 有没有发现陈永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性格怎么样啊 房东说他人满勤快老似的 从小苦着长大的孩子 确实还是比同龄人成熟了很多 没感觉有什么不对劲的 走访调查告一段落以后 警方收到了法医的消息 当时警员们在陈永峰的屋内 找到了很多的碎肉碎骨 经过DNA检测以后发现 这些肉和骨头 竟然分别属于九个人呢 也就是说 包括张宝国在内 在陈永峰的屋里面 发现了十个人的事况 这小伙子也太可怕了吧 更让人头皮发麻的是 在与最近施东者DNA信息 进行比对以后 发现这些尸块的归属者 就有最近失踪的五名男子 而且包括张宝国在内六个人 这些人生前全部都是收费挺单 警方是不寒而栗呀 将DNA鉴定证明 摆在陈永峰面前 陈永峰沉默了许久 面对着铁证 他知道已经无可狡辩了 终于交代了全部作案过程 警方问道 来吧 老实交代吧 一共杀了几个呀 陈永峰吞吞吐吐地说 总共十个 警方很震惊地说 你两个月内杀了十个人 你疯了吗 为什么杀他们呀 对对吧 平均一个星期杀一个 我杀他们只是为了钱 随后 陈永峰开始和警方 回忆起了他的往事 他说 他十一岁离家 跟着唐叔到外边去收费品 守了四年 他觉得收费品没前途 想多赚点钱 就去学了电焊和加工铝合金 不过他学不进去 学起来很费劲 学了很久 还是都半吊的水平 根本就没有人雇用他 所以搞来搞去的 还是只能靠着收费品为生 但是收费品也是很难做的 特别多的人在收费品 尤其是这一块区域 这行就更不好做 他混得非常差 每个月赚一点点钱 都不够交房租的了 警方听到陈永峰 叙叙叨叨半天 赶紧打断了他 你别东扯西扯的呀 绕来绕去 赶紧说你为什么去杀人呢 怎么杀的 为什么要把那分尸啊 陈永峰回答 都说了 就是为了钱呀 你们这种上班的文化人 哪里懂得我的苦啊 我以前都是收一些 废酒垃圾的 两个月前嘛 我看到有同行的 收到了一台报废的冰箱 我看了一下 发现这台冰箱 没什么问题的 只是线路松了 回去换几根电线 再卖出去 可以赚不少钱 我就想找个同行 把冰箱收回家 谁知道 这他妈的这个坑人老了 一百块钱收到的冰箱 现在要卖我五百 我回去想了很多 我也想搞这门商业 收电器修好了之后卖掉 肯定比卖废挺赚的多呀 不过这和收费铜烂铁不一样 收电器呢 需要一定的本钱 但是我哪里有钱呀 有一天我发现在另一个巷子里 有个输废品的李老台 六十多岁了 无二无女蛋 自己住 别人说 他平时把所有钱 都是带在身上的 所以我就决定了 去抢他的钱 警方问 那你对他都做了什么呀 怎么做案的呀 我骗他 我家有些废纸 有一二百斤呢 不想要了 可以低价卖给他 李老台也没有多想 就跟着我进了屋来 一进屋呢 我就拿砍刀吓唬他 让他把钱给交出来 没想到这老太婆不好惹 一直冲着门口喊救命 我怕被人也给听见来 赶紧想捂住他的嘴 不小心刀就砍了他一下 正好就砍到脖子上来 他就瘫倒在地上 流了很多的血 但是没有断气啊 我那时也非常犹豫 在想要不要送他去医院呀 可是去医院的话呢 大家就知道我抢劫他了吗 我没想杀人呢 我也怕坐牢呀 越想越着急 我知道他乌儿无女 毁尸灭尽呢 也没人知道 所以 我又朝着他脖子砍了几下 很快呀 他就死了 警方问道 所以你杀李老太太 就是为了抢他的钱 那你最后一共 抢到多少钱呀 陈用风一下子怒火 就上来了 说道 你们可别提了 真这么倒霉 我砍死他以后 立即取缩身了 发现他用布包起来一叠钱 结果一数啊 只有三百多块钱 他那么久的积蓄 才刚够我一个月的房租 妈的 这老太婆比我还穷呢 那你最后怎么处理的尸体呀 那天 我一直等到了晚上十一点菜蛋出门 骑在李老太的三轮车 装在他的尸体 上面盖了纸把 我准备把他给丢到荒江野外去的 那天真倒霉 遇到两个邪警拦住我盘问 当时李老太的尸体就在车里了 可我吓得呀 幸亏协警没有发现尸体 只是查了我的身份证 问我大晚上的这是干什么呢 我说自己是收破烂的 要去给废品厂送货呢 后来我骑车到荒江野外 把尸体丢进了废弃的井里 三轮车就丢在路边了 这次以后呢 我发现杀人呀 也不过就是那么回事 只是这次倒霉 杀了个穷老太婆 以后杀些有钱人 就能赚得多了呀 但是吧 我觉得尸体呀 实在是太显眼了 就算夜里刨尸呢 也很容易被发现 所以我就自制了一个铁床 专门用来切尸体的 切小块一点 不就是好扔了吗 我的手艺还是不错的 之后的试验也证明了 这铁床啊 用来载人真的很方便的 紧紧听到陈永峰描述这些细节 忍不住就头皮发麻 这个人居然可以把杀人随时 说得是如此的轻逢 警方继续问他 所以你这么做只是为了钱 接着又杀了九个人 都是怎么杀地 不说了呀 就是为了钱呢 收破烂的都死了 市场不就是我的了吗 有了本钱我还可以收电器 到时候越赚越多 就不用过苦日子了呀 反正我已经杀了人了 抓住呢也是死刑 不如多杀几个 趁着没被抓到 多赚钱也尝那有钱人 喜欢吃的饭店 我以前从来都没有吃过呢 大概十天后吧 我又把一个收费盆的男人 添回家了 他体强太大了 我就从背后用刀砍他 好费劲的 好在这个人的身上钱比较多 有两千多块呢 我哪里见过那么多钱呀 这家伙居然赚那么多 然后拿钱去饭店 抽好烟喝好酒 享受了七八天 这钱呀就得花完了 我就忍不住开始杀下一个人 但没想到 杀他的时候差点出了意外 那个人四十多岁 我从背后砍他 没想到他躲开了 过来抢我的刀 我们扭打在一起 但我太瘦了 根本就搞不过他 我走投无路之下呀 趁他不注意 用膝盖呀 踢了他的裆部 他疼得松开了手 我怕他大喊大叫 赶紧挥刀就把他得砍死了 这次的太惊险了 差点就被这家伙被反杀了 从第四次的杀人开始呢 我就改良了方法 因为我之前在杀猪场打过攻 你们没杀过猪 可能不知道 那些猪跑起来都很难抓的 所以一般呀 都会先用电击棒把猪给电倒了 然后再杀 我觉得这个办法不错 就自己拿的电池电板 做了一个电击器 但是这个电击器电压不够大 他们被电之后呢 还会挣扎的叫 就怕被人听见了 所以每次杀人呀 我都把屋里的音乐开到最大的 我然呢 这个方法确实很好用 一来杀了几个 他们一进屋 我就电晕他们 然后用锤子或者是砍刀弄死 再拖到铁床上 分好尸 装路编织大 然后趁着夜色呀 丢到附近的野地里去 本来是可以瞒天过海的 都怪我自己太懒了 害了自己 因为有时候外面有人来往 我也要做废艇生意 分尸咬几天才能完成 可是尸体一两天呀 就开始发臭了呀 但自己闻多了吧 没发现他那么臭 所以就偷懒了 尸体放了几天才会去扔 没想到那股尸臭味呢 那么刺鼻 让邻居得闻到啊 这才露馅的 听完了陈永峰的陈述以后 警方越发觉得可怕了 如果真如他所说的这样 用杀猪的方式杀人 并分尸抛尸 他这个人真的就是个变态杀人狂 为了验证陈永峰的供述 警方先后找到了十具尸体 其中有九具被切碎 身份一一都给对上了 又找到了郊外警里的那具全尸 确实就是李老太太的尸体 看来他并没有撒谎 陈永峰真的在两个月里 残忍地杀害了十人 这十人都是收费挺的 也都不是什么有钱人 所以陈永峰没抢到什么钱 而且忙着分尸抛尸 他也没有精力收电器来卖了 前前后后的 一共只抢到了一万人民币 就是这一万块 背后可是十条人命啊 不过让警方没想到的是 陈永峰并不是完全冷血无情的 他虽然和家里人没什么联系 但还是有孝心的 一万块 他只挥霍了其中的三千多元 其余的七千元 都被陈永峰寄回去 给卧病在床的老爸了 赋言让老爸拿钱看病 这份孝心是好的 但是这钱是脏的 杀人抢钱这种行为 是犯法的 是泯念人性的 随后警方找到陈永峰的老爸 那天是倾盆大雨 他家里的老屋子 一直是在漏雨淡 只子莫若妇 他老爸并没有用这笔钱 原方不动地放在了床下 警方上门以后 他爸也大概能够猜到 是儿子犯事了 眼泪止不住地流 将钱分轮不少地得拿了出来 在被宣判死刑的时候 陈永峰没有像其他犯人一样 遗憾地落泪 或者是悲痛地垂头丧气 陈永峰居然是放肆地哈哈大笑 把在场的警员们都给看呆了 很多警员都表示 从警二十年 哪里看过这样的杀人犯 最终在2004年 背负了十条人命的陈永峰 被押送刑场 执行了枪决 第二个案件 2005年2月18号 正值农历新年 嫁人们团聚一堂的时候 浙江杭州邀灵指挥中心 突然就接到了一起报案 报案者说是当地的一名铁路寻方工人 这名工人语无伦次 听着非常的慌张 警方立即对其详细地询问 听这名工人说 在下城区一处铁道桥的下面 发现了一具漂浮的尸体 在警员们赶到现场的时候 这具尸体静静地飘在河上 身体已经有些腐败膨胀 仅仅能够分辨出来是一名成年男性 警员们第一时间就在想 这件案子会不会是一场意外呢 因为河的正上方 就是延绵的铁路 男子可能是被铁路上的火车撞到 在巨大的撞击下坠河死亡的 当法医赶到现场时 警员们也很快就打消了这个想法 这具尸体的死亡原因 绝对不是意外 经法医检验 这名死者的年龄 大概是在35岁 身高1米7 身材中等 并且死者有很大概率是他傻 原因就是头部有盾气打击伤 而且生前还有溺水的反应 事件的性质在这一刻就被改变了 这是一起杀人 但是围绕着这具尸体的谜团 实在是太多了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 这个人到底是谁呀 为什么会在这里被杀 凶手和他有什么仇怨 和他究竟是什么关系 下层警方在第一时间就成立了专案组 重案中队首当其冲地 就投入到了这场案件之中 马上开始了大规模的走访和排查 针对案件进行分析研判 当时负责这起案件侦办的警察中 有一名叫做杨基军的警员回忆道 在那个年代吧 我们还没有现在这儿先进的科技手段 否议排查是我们刑警判的基础 同时也是最有效的手段 在那个时候 几乎整个刑警大队都出发了 根据死者死亡地点 专组分析 证明死者很可能是附近民房的临时租住人员 他们马上对附近的石桥东兴等地 整整二十个村落民房进行了走访军问 附近的居民都没有见到或者听说过有人失踪 也没听说过有人突然离开 专组的走访是一无所获 警员在寒风中思索 现有的线索太少了 只能看到他是短发 穿着米黄色小方格 红条的显眼西服 还穿着一件紫红色的畸形领长袖羊毛衫 下身穿着一条黑色的长裤 这时有人回忆起了一个特殊的细节 那就是当时这个人的两颗上门牙 似乎是假牙 假牙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 因为只要是假牙 就必须由专业的医生为患者进行安装 如果从牙齿排查的话 指向性就更明确了 效率也会更高 专家还对假牙进行了分析 觉得假牙应该不是大医院做的 可能是私人牙科安装的 有些不符合规范的地方 专案组继续出发 他们走访了上百家私人牙科诊所 每个医生都在摇头 他们并没有为这样的患者治疗过 这条线索就又断了 案件就像是陷入了迷雾之中一样 只能是看到真相的轮廓 却无从下手 每晚专案组的例行会议上 警员们正在沟通 这件诡异的杀人案的最新进展 这一晚的办公桌上 突然多了一较新的证据 那是一把带着潮湿的铁锤 正是经过打捞 从河里捞出来的凶器 围绕着这把铁锤 专组在各大五金店中 寻找的凶手的踪迹 警员跑遍了杭州所有的五金市场 最后甚至联系到了 铁锤的生产厂家 电话中 山东口音的老板详细地 回答了警员的所有问题 但是却没有给这件案子 带来任何的突破 谜团还没有到难以破解的程度 因为警察还有一个破案方向 这也是凶手作案不谨慎的例证之一 这是死者身上的一张小卡片 现实并不是福尔摩斯探电影 但有时候往往会比现实更精彩 因为这张纸条上写着的 是一组列车的信息 就像是罪犯故意留给警员们的难题一样 纸条上清楚地写着 1379 12.46 乘站上车 K 149 19.44 东站上车 K 181 19.20 乘站上车 这组数据对于警方来说是丝毫不陌生 这是发现尸体那天不久之前的列车禁锡 1379 指的是 K 1379 号列车 这是一趟从江苏无锡到南宁的列车 K 149 是上海之湛江 K 181 则是上海之昆明的 专案组把当年的全国铁路线路图给找出来 缜密地勾勒出了这三条线路的重合车站 这三趟火车交汇的车站有14个 但是其中有五个站点是最为特殊的 它们分别是永州 泉州 柳州 桂林和黎塘 因为这五个站点就只有这三趟列车可以到 就是这几个站点启发了半的警员 他们马上就找到了暗风 从原来的工作中找到了突破点 那就是死者被发现时身上穿的棉衣棉裤 不是别的地方生产单 厂家就是在广西柳州的一个小厂 当警方询问这个小厂老板的时候 更留人欣喜的消息出现了 老板说自己的厂子规模不大 生产的衣服一般都是在本地销售的 很少会运往外地 线索突然就串起来了 警员杨基军说道 我觉得身份的源头啊 很可能就是那个方向 警方很快就开始联系杭州及广西南宁等媒体 征求一切有关的消息 南宁晚报刊登了关于这具尸体的寻人启示 向民众征集线索 很快 各种写着线索的信件就像是雪片一样飞来 警员们也想到了好办法 那就是联系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 这些通讯行业的三巨头 向着相关的地区群发一提短信 短信上写明了被害人的全部信息 包括身高 年龄 以及重要的上门牙缺失 警员们认真地筛查着群弄的来信 经常接电话会接到凌晨 他们发现了很多失东人员 虽然有人报告亲属的失东消息符合死者的特征 但是最后一一对比之后 那些失东人员全都不是死者 案件刚有了一丝光明 但却是再次地陷入了泥沼之中 在当时的刑侦技术下 杭州下城区警方已经做得是很好了 只是很可惜 因为线索并不充分 案件无法挽回地陷入了僵局 这个神秘的命案 也成为了多年无法侦破的血案 混合在人们的心头 15年的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 当年的刑警们都退休了 而当年带头挖掘凶器的 传民警杨继军 已经成为了下城区刑警大队副大队长 杨继军还记得这桩命案 那一年他往毛巾上喷二锅头 紧紧地捂住口鼻 进入河道找凶器的一幕幕式扔在眼前 他从不放弃任何一桩命案 这桩也不例外 在每年的例行书例中 下城刑警根据最新的DNA比对技术 对当年死者的DNA进行大数据比对 本来只是一次普通的检查 警员抱着破案的心态 但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本应该是无匹配的界面 突然就蹦扯了一条消息 这个死者的DNA 居然找出了相应的基因信息了 下城区警方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警员们看着这份报告 这上面有一个八岁小男孩的相关信息 和这名死者同属于一个族系的 简单来说 他们之间是一个家族的亲戚 而且这个小男孩 和当年警方判断也是吻合的 他就是广西柳州人 专组再次成立 他们马不停蹄地前往了广西 经询问 这名小男孩的家乡 原来是在广西 但是后来话播给了来宾室 小男孩的爸爸出现了 这个父亲姓伟 但是他却说 他的父亲 也就是小男孩的爷爷 是姓谭的 事情很快就明朗了起来 原来小男孩的爷爷是入赘的女婿 只不过是没有改姓 顺着这条线 人们知道谭界一共有七个兄弟 其中两个入赘他家 小男孩的父亲 伟某回忆 在自己很小的时候 家里就有一个人失踪了 警员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信息 询问之下 维某说 失踪的这个人 就是他的七叔 只因为自己的家族是入赘的 和那边联系比较少 只知道很早以前就失踪了 老人相继去世以后 两家的走动也就更少了 维某突然说到 他还听老一半说过 七叔的脑子 似乎是一直有些问题的 警察很快就追踪到了 谭界所在的村落 在他们连日的走村串户中 终于找到了死者的身份 这个人就是维某所说的 失踪的七叔 这名死者在村子中 被叫做谭老七 警员们马上通过 这个人的真实姓名 到当地的排出所查询 想要找到谭老七的身份信息 他们没有想到 当把姓名输入到信息库的时候 谭老七的户籍 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可是 谭老七的户籍 却是在2010年被注销了 注销的原因竟然是 突发多种疾病死亡 这就有些奇怪了 死者是在2005年死亡的 这个谭老七 确实在2010年 突发疾病死亡的 人是不能死而复生的 也就是说 不存在着死者突然回到家 和家里人过了好多年的日子 然后在2010年 因为疾病死在了老家的可能 但是死者确实就是谭老七 DNA已经确认了这个事实 把所有不可能的线索排除 剩下的那个 无论多么的令人震惊 那么它就是事实 警员们此刻察觉到了什么 他们开始把目光 看向谭老七的家人们 仲在这时 走访的警员也听到了一些 风言风语 有人在嘀咕 当年好像是谭老六 把谭老七给带走的 后来谭老七就失踪了 现在警员们 想要验证村民们说的话 究竟是失踪还是死亡呢 杨继军在杭州坐镇大本营 当他看满了这些信息以后 第一时间就做了一个决定 他没有让警员们继续探查 而是让他们马上收兵返回杭州 这是一个违反常识的举动 有人询问为什么要先撤回来 杨继军说 咱们不能打草惊蛇 根据前期我们排查到的消息 现在案件内 已经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但是与此同时呢 里面还有不少疑点 杨继军对着同志们说道 剩下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把疑点各个击破 侦察员们很快就展开了工作 他们发现死者是谭老妻无疑 他生田就有精神病时 精神非常的不稳定 有时候正常 有时候却非常可怕 他在广西精神病院 有一大罗的就诊揭露 当侦察员调查到谭老六的时候 警员们觉得这个人是非常的不对劲 在他的人生中 居然有很多次的盗窃前科 甚至还多次被判刑和劳改 如果说他亲弟弟病例粉厚的话 那么他的案底同样是厚得令人咋舌 在所有人中 谭老七的亲哥哥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 万事俱备以后 2020年的10月20号 杨继军自己亲自带队前往广西 他相信这个家族中 有着见不得光的事情 距离事实出现 只有一步之遥了 警员们再次深入了解这个大家族 当他们和死者亲属接触的时候 最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 家族人员对侦察人员提问是三间七口 当询问具体细节的时候 这个家族的人却说 当时谭见全都分家了 不了解 不清楚 不知道 警员们看着这些人的眼神闪烁 知道他们心中藏了一个大秘密 当警员们询问最重要的嫌疑人谭老六的时候 发现他依旧是这套话术 像是想了很久一样 表现淡定 逻辑完美无缺 滴水不漏 这些谭家人心中的意思就一点 我们对谭老七的死亡是毫不知情的 杨继军丝毫不慌张 半多年 他明白罪犯们的心理活动 他再次让同志们撤回来 保持一定时间的静默 他就是想要用这一阵令罪犯心慌的沉默 观察这个家族中人们的反应 把这条大鱼给逼出来 果不其然 警员们发现 谭老六当时表现得不慌张 但是现在却像是受惊的兔子一样 开始购买火车票 安顿家人 他准备逃亡 警察当然不会放过他 他这种表现已经足够能够确认 他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所以绝不能让他跑掉 2020年10月28号 警方开始对谭老六实施抓捕 当警员开车到村头的时候 一眼就看到了穿着蓝色衣服的谭老六 谭老六也认出了他们 在相识后的一瞬间 谭老六瞬间撒哑子就跑 但是警员们怎么可能让他逃了 四面八方的警察赶到 瞬间把他给制服在地 当谭老六戴上冰冷手铐的时候 似乎是丧失了所有的精气神 他的心理防线最终还是被击溃了 承认了自己一锤一锤 亲手杀死了弟弟 谭老六讲述了自己的犯罪过程 这实在是一个让人开心不起来的故事 据他回忆 父亲总说自己家的孩子太多了 这么多张嘴需要吃饭 要过日子太难了 而且谭老七还是一个精神病 家里本来没打算放弃的 但是仅仅为了给他治病 钱就花花地往外流 那些谭老七大医院的病例 就是用家里的钱砸出来的 家里实在是撑不下去了 谭老六还说 在自己的村子中 谭老七经常会裸奔闹事发疯 一次两次还好 常年累月这样 让整个家在村子里都抬不起头来 他们认为谭老七 就像是长在这个家庭里的肿瘤 有精神病的谭老七 实在是家中的负担 他们一家人活得太辛苦了 在某一天 当时还在世的父亲 对儿子谭老六说 你弟弟现在没事 如果有一天他杀人了 我们这一家就活不下去了 我们赔不起 谭老六听懂了 于是他扬葬要带着谭老七去见世面 准备带着他出去打工 谭老六借机就把他带到了上海火车站 想把他扔在人群中自生自灭 任其流浪去的 没成想 谭老七居然向车站民警寻求帮助 回到了老家 谭老六不死心 再把他带到了杭州 在火车站附近将其丢弃 但是谭老七居然是记得自己的身份证 正因此 他再次被警方给送回了家 家人看到谭老七又回来了 都快哭了 谭老六是二话不说 再次把他给带了出去 这次他没把谭老七给扔了 而是买了两床棉被和一把铁锤 在一个夜晚领着他走到了铁路的桥下 说到这里 谭老六哭了 痛哭地几乎昏厥过去 至此 这桩已经发生了十五年的血案 就此告破 谭老六后来才知道 当年他弟弟并没有被自己用铁锤砸死 而是被亲哥哥裹上棉被 扔在河里直接窒息掩死的 谭老六愣住了 泪流满面 但是这都无法挽回弟弟的生命了 杀人犯法 谭老六将面临法律的诊判 法罗恢恢 他也将在悔恨中度过余生 现在国家的医保政策 已经覆盖了精神疾病的相关患者 家庭不需要承担那么多的治疗费用了 谭老七这类人也有了坚实的保障 其实说到底 只要家庭不放弃的话 谭老七一定不会有最后的那种悲惨结局的